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中 云南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 十月十八日 在第十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同时 我们也迎来了汉语桥思路同行快乐汉语夏林营的同学们 来自南亚东南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五十多名师生 齐杰采云南学习中文体验中国文化 走进校园 营员们通过观看中华武术与体育舞蹈表演 学习中国太极拳 参加中外学生互动手工体验 朗读演讲 书法绘画 品茶学艺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学习交流活动 感受着中华文化的魅力和校园生活的精彩 走进中国家庭与家庭成员互动和睦加封温暖亲情 让这些孩子们兵至福归 在中国感受到了家的温馨 太雨桥加油 民族村我们来 走进民族村 营员们走村创站 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观云南民族博物馆 感受厚重的文化积添 欣赏云南少数民族音乐 聆听云岭天烂 生态文明与民族文化 在彩云之南交相归映 自我学台南海底 祝你台湾 学习交流互动 将课堂讲座和实地参观 实情体验全方位结合的夏令营活动 加深了各国中学生 对中华文化和现代中国的认知 感受着中国发展的速度 和云南民族团结 生态文明 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的归煌成就 欢迎您好 而中国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机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打造政治互信 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 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 也在他们优秀的心灵 播种下 一带一路 国家共同发展 共享繁荣的美好愿景 我知道中国正在帮助 印度尼西亚修建铁路 我希望全世界和中国连接在一起 我爱汉语 我希望把中国文化传承下去 我希望周眠的友谊越来越深 越来越好 我喜欢中国 我也喜欢汉语 我希望中国和巴基斯坦 由于长城 通过这一次汉语桥下令营 我学到了更多的中国文化 也教了更多的外国朋友 我们都说着共同的语言 汉语 我的愿望就是可以回到印度尼西亚 帮一名汉语教师 教更多的人学习汉语 亲程汇语 搭建木林友好之桥 私路同行 共援繁荣发展之梦 江洛巴基斯坦 这是宣传的 这叫好朋友 私路同行 快乐 开运 加油 太好了 我们来啊 Aa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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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h!